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会讲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卸了妆的女人嫁到观众的故事,红毛鞋 白雪公主是大家心目中的女神,小矮人们自然也是垂涎三尺 但是小矮人有自知之明,知道白雪公主不会喜欢她们 所以就有两个小矮人通过魔镜穿越到了白雪公主的房间 想一睹白雪公主闺房的样子 正在观赏之际,突然听到开门的声音 两个人慌忙躲到了桌子下 只见白雪公主踩着红色高跟鞋,恶努多姿地走了进来 坐在梳妆台前,卸下耳环,脱去外套 两个小矮人顶住呼吸,目睹着这赏心悦目的一切 白雪公主拉开拉链,那姿态看着是相当迷人 就在白雪公主要扒下肩带,即将脱下礼服的时候 两个小矮人瞪大了眼睛 毕竟面对这样的美女,有几个男人能把持得住呢 就在礼服落地的刹那,其中一个小矮人撕扯着脸庞 忍不住地把头伸了出去 另一个赶紧捂住她的嘴,使劲地把她拉了回来 这时,白雪公主缓缓地来到桌子前面,优雅地脱下红鞋子 一只鞋落地,小矮人看着美丽的鞋子刚想伸手去抚摸一下 其料一只大脚突然踩了下来 把两个小矮人吓得眼珠子都要动出来了 他们在想,这是哪来的大飞腿啊 正想着,白雪公主把另一只鞋子也脱去 躺在了对面的沙发上 两个小矮人好奇地同时伸出头去看 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白雪公主在他们心目中的完美形象彻底美了 这哪里是美女,分明就是一个肥胖又丑陋的女人 她正毫无形象地喝着水打着宝格 美丽优雅的形象哪去了 红鞋子的魔法就像美女化了妆 看上去很美 但是卸了妆之后又完全成了另一番模样 在这里告诫美女们,保持形象的同时 不要忘了提升自己的内在 美丽的外表可能会随着时间消失 但优雅的内在却可以伴随一生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关注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